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让你们两个来是安慰我的 不是在这儿看着我痛苦 还幸灾乐祸的 其实要我说吧 这安慰是有很多方式方法的 你觉得我跟苏大腕抱着你抱头痛苦 就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 我承认苏大腕有时候说话是以毒攻毒 但是有一部分还是能提取出精华的 你现在已经离了婚了吗 生活还得继续吧 日子还得过呀 是不是 你现在必须要理清思路 冷静 清醒 怎么冷静啊 这房子怎么解决 这房子我是不想住了 里边全是我跟程淑风生活的影子 我在这儿多痛苦啊 等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 你看咱俩 一个灵异少父 一个大灵圣女 不然我祝你家去 咱俩过得了 小姑奶奶 我跟你说你快打住吧 这话要让琉璃妈听见 别说你搬他们家去 离她最少二百米远 我妈真能干成这种事 我说小鸡仔 咱俩现在的情况 一个是离了婚的 一个是想恋爱练不了的 我觉得 你现在得多跟苏大腕靠近 他现在正在热烈中 沾点喜气 恋爱怎么了 我也一把年纪了好吗 我记得原来谁曾经说过 我找老公非富即贵 是吧 现在公司小经理 就把他搞定了 那何解释啊 恋爱面前 无解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 提醒你 恋爱可以谈 但是千万不要跟他 轻易地就结婚了 否则 你将是第二个我 没听说过吗 大女不嫁仇坏娘 你想我妈仇死什么 就说你自己想以身相娶得了 还往你妈身上推 想结婚是没错 但是要有底线 不能像狐狸精一样 破坏人家的家庭 对不对 感情这成熟女人的婚恋观呢 都是从失败的感情中 提炼出来的 你们俩也别挖苦我了 我是失败了 但是至少我走入过婚姻 不是最后留下那一批 挤得谁呢 我可听出来了啊 什么情况啊 虽败尤容了 不伤心了 不谈棉花了 你们先别说我了 你们真该反省一下自己 多大岁数了 还没把自己嫁出去 都等着别人来爱你疼你 哪有那么多好事啊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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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上上上上上 升上齐天大胜了 这越等吧 越着急 这越着急越降低标准 我觉得呀 这好女人最终的命连啊 都是便宜了那些歪挂裂造 你是在说你自己吧 这话要是让陈鹏听见 她的心会不会碎了 陈鹏的心碎算上了呀 我的心都麻木了 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 来安慰我的呀 哎 我一说呀 你就别指望我了 我这掉进万丈深渊 还没爬上来 有情况 快说说你的痛苦 好缓解我的痛苦 你还说苏大腕呢 跟他一样没良心 还不是上次说的 就群聊的那事 大树底下浪漫 一闻 什么浪漫一闻啊 就是强行霸道的强闻 我说刘大树 你不会还夜夜回味 尝尝扎巴嘴 等着再来一次 什么呀 什么呀 人家都出差了 去无锡了 他去好几天了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 不能够吧 没看出来呀 他还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该不会是 欲擒故纵 若即若离吧 吃 我看他是鲤鱼找鲤鱼 龙虾找龙虾 典型的物与类聚 他天天跟陈树峰混在一起 能是好人吗 陈树峰就是个混蛋 他能是好人吗 我说 这哪是为我打保不平啊 谢斯文 杨阳同志 你在晋级怨妇的道路上 我们有心无力 无法阻挡 喂 小孩是谁的 孟清的 你跟他的私生子啊 孩子是他的 但不是我的 吓死我了 那 人家孩子你带来干什么 孟清呢 走了 又走了 这一次走到哪儿去啊 去啊 所以你这次去吴熙 就是为了他 这些年 我知道孟清的男人罪有应得 背叛了死去啊 他一直过得很艰难 真没想到 他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 还带着这么个孩子 所以这个小孩 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 还蛮可怜的 而且他刚出生不久 就被医生断定为先天性的自闭症 我已经答应孟清了 我会收养他 不会吧 他叫什么名字啊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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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医生说过了 亮亮的语言交流有障碍 更不愿意与人讲话 对于语言的理解 还有非语言的沟通 都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可是 他跟你非亲非故的 现在又这个状况 值吗 那你为了丁娟 跟杨阳离婚了 你觉得值吗 兄弟 我跟你说这个话 是为你好 我知道啊 可是每个人 在自己的心里面 都会有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 他是孟清留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希望 现在又是这样的情况 你想想 我要是不管他 他未来的日子该是什么样啊 流落街头 任人欺凌 我做不到啊 我也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 发生在他身上 陆西诺 你能不这么善良吗 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 累不累 这就是你以后的新家了 到家咯 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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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白眼了 不是 你哭着这 没干什么啊 我我我我我你哥 哥 你去无锡也没多长时间吧 啊 怎么就突然带着一个孩子呢 你哭着了 不不不 不会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 简单 那 那你的爱心有点泛滥了 你你得赶紧报报警啊你知道吗 你找人亲亲亲妈 是 是吧灿灿梁 没错 你不愧是我的儿子 分析得很清楚 行了 行了 正式跟两位介绍一下 她叫亮亮 从今以后住咱们家了 好 这 很晚了 有什么问题 明天说 走 来 我们上楼啊 不哭 不哭 来 喂 不哭了啊 来 那 那 那 灿灿灿灿灿 灿灿灿灿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哥去无心没多长时间啊 不会让美女舌给迷了 这习性有点大便啊 这 这 这 来 行总 这孩子 真的是你的呗 我说过了 这孩子不是我的 哦 那 你跟舅舅说实话 这孩子 到底是谁的呀 孟卿的 孟卿 孟卿 西诺 很晚了 我累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不 西诺 孟卿 我累了 喂 嗨 你晚上不吃饭啊 莫妮 蔡叔 莫妮 什么事 大事啊 西诺 从无锡回来了 陆西诺回来了 这个 他回来算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事 当然是大事了 而且事关重大 不行不行 我得理理思路啊 看看怎么跟你说合适 这样吧 刚刚想好了 我再打电话通知你 你等我电话 喂 搞什么 莫妮 你回来了 这一次 太适了 这个好 是 还到这儿呢 妈 你能不能不要一大清早 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早晚哪给你吓出病了 哎呀 至于那么点儿像我 做啥亏心事呢 我能做什么亏心事啊 在您的监控下 我能逃出您的发言吗 您哪 我说一句 你指定十句在那嘎子等我呢 麻溜的吧 别磨叽了 只要再不出门我跟你说 真赶不上看了 几点了 还半个钟头 麻溜的啊 别磨叽啊 直打个线上轿的线 扎耳朵眼 一天的花呀花呀花呀 我呀 这够伪的 我啥呀这是 扎耳朵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陆总 你回来了 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事就怎么办 我下午就去那边一趟 有什么状况随时联系我 放心吧 陆总 刘玲啊 你不上来啊 我坐下一班 冰冰 你这两天好吗 新诺关这个问题 是以什么样的身份问的 哥哥 我的老板 还是只是一个普通男人的身份 你希望我是用什么身份问的 有些事情站的立场不同 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我总是能清楚地记得 新诺哥笑的样子 也总能清楚地记得 新诺哥说一辈子都要照顾我的样子 可是我清楚地知道 新诺哥的心已经给别人了 我的心即使给了别人 但是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如果我告诉新诺哥 你在我心里的位置 也从来没有改变 你会不会劝我放手啊 有些事情现在告诉你 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但是等到一步你会知道 你现在的坚持是错误的 也许是你错了的 我一度想去找榴莲 我想让她把你还给我 可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 我的确是可怜的一向情人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 你是抹不掉的 你对我一辈子的承诺 你也是抹不掉的 玉米 你在担心什么 我从来没说过会不照顾你 可是你的照顾 跟爱情无关 不过没关系啊 就算你跟琉莲在一起 我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会是你们永远的长安 玉米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我也不想啊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我也想让我自己笑 我也想让我自己开心 可是我做不到 这种失望感真的是太强大了 强大到我连我自己 都不属于我自己了 新的哥 你要没有事情的话 我就先出去了 不信任何人 我没想到你 我认识你 我实际上 是你 我本身不想要你 我本身上 是你 我本身上 好 我本身不想要你 我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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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克星哥 你没人性 什么要追我 还送我项链 还什么定情信物 都是夫人 我还等你电话 我还为了你打扮 我紧着脑子进水了我 陆西诺 你花心大萝卜 你就是个王八蛋 大王八蛋 我是倒了八辈子没了吗 我才会被你亲 你真的 等我电话 我没有 你以为那天你就那么一吻我 我就爱上你了 我才没有呢 真的 你没有爱上我 当然没有了 我又不是春清小女孩 还会被那种莫名其妙的吻 我就沦陷了 绝对不会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什么意思 说实话 那个吻 我后悔了 后悔 对 因为你总是口是心灰 你嘴巴说着不在乎 可是你心里早已当真了 这样的你 我招惹不起 那天的事还是忘了 剩下以后见你干了 陆西诺 我好不容易下定觉醒 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 你真的想放弃吗 鼓足勇气 林练 回来了 您回来呢 一会儿吃饭啊 来 杨阳 谢谢阿姨 我把劲儿你吃饱了 咋为了 不得劲儿啊 不是 作为一个离异女青年 必须发愤图想努力减肥 争取重新塑造我的人生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跟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不一样 我们那会儿啊 那谁要离个婚 那就是天塌下来的大事 你看你们现在倒好 拿自己这点事 还当笑话去 妈 这您就不懂了吧 我们这代人啊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别管心里放得下放不下 给人的感觉都是特放得下 特想得看 特没心没肺 其实心里 早就醉成豆腐渣了是吧 不信你问她 是啊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离啥婚呢 她现在心里都住着别人了 没有我的位置了 我硬要住进去 大家都不开心 就跟我现在在那屋子里一样 睁眼闭眼全是我们生活过的横迹 跟放电眼似的 我想明白了 既然人都没了 房子也不要了 所以就来投开姐们了 是吧 我一个人要单独出去住 心里真没点 阿姨你知道吗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一个单身的女子 出门在外要千房万房 连电视剧都不敢看 为啥呀 看了就不敢一个人住了 下班吧 怕遇到坏人尾随 静天低吧 怕遇到色魔 回到家还是不放心 怕遇到一个变态的房东 给你房间啪 安逸摄像头 我时常想着想着 觉得她生活特绝望 特别安全感 所以就来你们这儿 住两三年 孩子 别瞎想 这不是还有阿姨呢吗 还有玲玲 你就把阿姨家 当成你自己家 想咋住就咋住 谢谢阿姨 阿姨对我真好 就跟亲妈一样 我有多一姑娘了 得 妈 您又被糖衣炮弹击中了 我是刘大剑 阿姨对我好点怎么了 我倒是看着你今天 心情挺低落的 是不是避开了糖衣炮弹 有点后悔了 是啊 林 今天吃饭为什么 一点都不欢事 妈 您说什么话 我是宠物啊 吃了还欢声 没什么 就是工作上的事 来 吃饭 我把礼饭都给你了 你吃肉干嘛 不减肥了 吃吧 给你吃 你吃 我是谁啊 你是杨阳呗 怎么了 你失忆了 谢谢您老人家还记得我 现在你这个样子 我快认不出来了 你看出来了 我是谁 你是谁啊 咱俩什么关系啊 说吧 是不是见到陆希诺了 然后呢 你知道吗 我今天你看我穿成这样 我什么时候穿成过这样 我咋办不都是为了他吗 我这让他出差回来了 结果在电梯口 我做足了表情 要跟他微笑 从来没有那么见过 韩总总你好 没理我 没搭理我 直接人坐电梯上去了 村走了 我面子能搁得住吗 我肯定不能跟他上电梯啊 我气死了 我到公司天上 我大骂了一顿 我再然后呢 再然后他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那最后呢 最后他告诉我 千万不要爱上他 就这么over结束了 他以为他陆希诺是谁啊 我会爱上他 自恋狂 刘大前 你就想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从来就没有开始过 谈什么结束 可是在我们心里 你们已经开始很久了 刘大前 就像你当时跟我说的一样 有些事情是要面对的 现在轮到你了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 当面再问问他 不问 打死都不问 哎呀 老将一出手 打餐舌上走 要问是什么 还要等一等 谅谅 你这样不吃饭 不睡觉 不洗澡 是不行的 谷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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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叉爹 爹 你叫我也没有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没人能管得了你小祖宗 谷谷谷 我想说对此一点不意外 告诉你啊 掌握好时间 是泡方便面的精髓所在 你谷谷谷的生活技能 就是从生活中出发 在潜移默化的传授给你 那那那那那那 那这么着啊 老老规矩 嗯 谁吃的慢 谁谁喜欢 好 嗯 一 二三 嗯 嗯 这这这这这么快 哎 虎谷 虎谷 他们两个人 多长时间呢 准 准确点说呢 两个小时十二分三三十四秒 不是不是不是 更更准确点说是 一天一夜 加两个小时十二分三三十四秒 你这样不吃饭 不睡觉 不洗澡 是不行的 亮亮亮 你这样不吃饭 不睡觉 不洗澡 是不行的 亮亮 你这样不吃饭 不睡觉 不洗澡 是不行的 亮亮 你这样不吃饭 不洗澡 不睡觉 是不行的 吸 吸诺盘复读机 打住 你就是跟他说上一百遍啊 他也听不进去 我 我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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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来 来 来 你这是上天派下来 专门气我哥的是吧 就是认定他 跟着他 可是就是不听他的话 是 是 是不是 你这就叫活活气死人 不偿命 小声点 你别吓得人家了 吃你的饭去 来 亮亮 咱们到外面逛逛好不好 来 来 来 走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鼓足勇气跟你在一起 你真的想放弃吗 好 来 你 好好好 是 我 怎么 你是遭受拒绝不甘心 还准备纠缠不清吗 为什么 给我一个理由 没有 他鞋带开了 当然不愿意跟你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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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快 心裏面藏了那么多事 是不是很难过呀 从无锡领她回来之后 这是她第一次说话 也是她第一次睡着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叫你妈妈 但是,谢谢你 她就是那个理由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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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她说话 就说你不讲话 不是,你会想知道 我还是她第一次说话 也 obrig 她的总统 怎么会这么曲折离奇啊 等会儿就好了 你咋回事啊 你怎么能就这样 把这孩子带回来啊 你这种妈把你拉扯搭 容易吗 受老罪了 你这种带给孩子 要付出多少心血吗 傻呀你 怎么会 何况她有严重的自卑症 是啊 你说这个新婚 你说咱们是不是对她 太不了解了 可是你说我咋看 我也不觉得 她是干埋在事的孩子呀 是啊 我也没觉得呀 这孩子到底 是不是她亲生的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你还敢带回来 就算这孩子 没有麻烦了 可是她那么带脱 迟早会影响你跟陆希露的发展 就是绊脚石你知道吗 是啊 我跟陆希露 没有什么发展 说啥 咋了 妈 孩子都两天都没吃饭了 我都到厨房给做点好吃的 去一去 那呢 林安 你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啥时候 我哪知道啊 孩子那么可怜 我走不能不快 哎哟 妈呀 你说这人是善良好啊 还是不好啊 那不咋能能闹我心子 我说刘大家 你是真三二百五啊 这种事都做得出来 你还是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吧 你是不是 哇 长